铃声讯息来关心 像现在进入秋天 有时候阴雨绵绵 最容易造成鞋子 衣物潮湿 甚至发霉 当然市面上有不少防水喷雾 标榜说只要喷在物品上 就能达到防水的效果 但是现在防水再进化 有业者推出了新科技 让产品不仅防水 防尘 还能够杜绝细菌的自身 高贵的红色洋装 淋上有色的液体 轻则多洗几次 重则增见报销 真的很扫兴 好 现在可以慢慢拿起来了 要防止悲剧发生 只要喷上喷雾 把白衣放进红色液体里 液体会马上变成水珠 再轻轻抹干 不留痕迹 市面上有许多标榜防水的产品 能使衣物达到防水效果 也可以防止脏物附着 对天气多雨潮湿的台湾民众 是一大福音 很大的时候 像刚刚喷上去 它不会有粉状 而且我们这个耐高温 那这一瓶应该是 可以耐到200多度 那个燃点 这个很少有这种情况 另外讲那个 那个抑制激进的生长 这一块是 我很少听到这样的东西 那我觉得这几个特点 应该是非常棒的地方 衣物或家具放久都会发霉 也让许多人都很困扰 现在台湾有业者 瞄准居家级运动防水 推出防水喷雾 能长效保洁 还能抗菌 台湾是一个比较潮湿的国家 霉菌的生长也需要相当的湿度 那这家里面其实可以容易看到的 比如说我们墙壁上面长的一些臂癌 这些霉菌其实很容易 它的包子就会随着空气而飘飞 吸到肺里面去之后 就容易造成一些感染过敏的症状 医师提出许多过敏源都来自家中 以小朋友为例 大人一个不注意 什么都能抓进嘴巴放 可能因此生病过敏 要让家中保持清洁 不能使用防水保洁剂 定时大扫除及杀菌 才是最长久的方法 记者陈青 陈彦宏 台北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